8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晶片頭 觀眾晚安 我是許甫 歡迎收看論文門開箱 不好意思今天 可能如果是收看直播的觀眾朋友 今天晚了10分鐘才開播 我先請導播給我看一下這張照片 因為我也是很緊張 這個我來念一下這個標題 現在如果Cue出來的話 彭文正慘了 假論文事件遭到起訴拒出庭 檢方將拘體通緝 過去這10分鐘你知道我們在幹嘛嗎 我們在尋找彭P 我們在瞭解說這個檢方的速度 欸我聽到一個聲音喔 我怕檢方的速度太快 已經破門而入了 彭P在線上嗎 我剛剛在跟劉成武打鬥當中 對對對 那看起來你應該是贏了 你臉上沒有掛彩還不錯 這個非常非常好 他看起來外強中肝 最主要是他缺乏氣 沒有氣因為他缺乏正氣 所以我兩個迴旋踢 已經把他踢到山谷下了 好那我剛才聽到 後面好像依稀還有聽到什麼 哀嚎的聲音 我不知道那個是發生什麼狀況 不過這個我剛剛也問了 彭P一下這個虛精一場 因為我想說 欸這是發生了什麼樣一個新的進度嗎 因為在中午12點半 這個新聞的快訊出來 他說彭文正因為質疑 蔡英文總統的博士學位 是假的遭到檢方加重誹謗罪起訴 上個月20號在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庭 開庭時彭衛現身 檢方申請拘提 到這邊我都覺得欸 還好啊這個是之前就知道的事情 我想說難道是法院做出什麼樣的裁判了嗎 結果呢現在還是由陳審法官審理當中 尚未有定案 所以等於說其實法官還沒有確定 到底是不是真的要配合 檢方來做出拘提嗎 對這件事情呢我想 走到今天啦 應該被拘提的應該是劉成武吧 這個違法裁判 那我覺得將來我們可以賭一下 看他是他去坐牢還是我去坐牢 我想這件事情應該蠻清楚的 那劉成武可能要坐牢的東西 還不只是他枉法裁判的部分喔 可能還有他其他的東西 我在這邊稍微先透露一下 以後我們再慢慢聊 哦就是說後面還有 可能這個劉成武檢察官 他自己本身有其他的案子 可能會困擾著他就對了 因為海外的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已經繽紛八路 在做一些有關於劉成武的 這個都蠻嚴重的 這些東西正在幫忙這個做調查當中 其實詳細的情形我也不太清楚啦 不過這個展開繽紛八路的調查 倒是真的 海外有一個比台灣更強大的國安團隊 現在正在做論文門的清理工作 所以各位同學們 這場仗我們橫著打 樹著打倒著打都要贏 所以說這個案外案可能後續還有發展 那我們就一樣持續的來關注 不過我們要再講 剛剛在等待的期間 有網友也蠻有意思 他說彭P會不會又跑去上廁所 跑去上廁所的時候 順便去告了一個人呢 我們來看到這張圖 這個應該要被做成梗圖啦 這個應該是在半年前吧 法官我年紀大了想上廁所可以嗎 這件官司為什麼 我退完要這邊來講一下了 因為這件官司在昨天有了新發展 有聽說過告人 然後很少聽說過告法官 又很少聽說過跟法官請假要去上廁所 然後去告了這個法官 昨天這個案子好像有開庭 彭P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好像這個庭也蠻有趣的 就是要告張永慧法官 然後在開庭的時候 有律師有主張一些狀況 這邊也有收集一些資料 不過先請彭P來幫我們 來說一下昨天發生了什麼樣的狀況 好昨天這個案子啊 我們就要把它時間到達兩年前 其實這兩年前的緣起是 2019年的1月15號 台北地方法院的一位年輕法官 叫張永慧 他在蔡英文選後 817萬票的第四天 因為選舉開票日是1月11號 他在1月15號的時候 迅雷不及掩耳的做了一個判決 判了我告蔡英文的論文不存在之訴 我們敗訴 問題是這個張永慧法官呢 在2019年 2018年的6月份 曾經含詢要蔡英文 這個被告來回答 一些有關於博士論文不存在之訴的問題 結果呢這個蔡同學沒有回答 那這個張永慧法官呢 竟然也沒有詢問原告 也沒有詢問被告的情況之下 就把這個案子給迅速的結了 意思就是說審理到一半 突然遜雷不及掩耳的 做出判決判我們敗訴 那這個案子又衍生出案外案 我想這件事情的 真正幕後的故事是這樣啊 這個案子到了張永慧法官手裡 我想他這個年輕法官理論上 應該也是有心要辦案 只是他一下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他就把這個案子放了一陣子 放了一陣子呢 正想要準備辦案的時候 大選完了 他本來想說選完再來吧 免得變成這個選舉的時候的 一個話題啦 或者是被不管是雙方陣營 拿來做什麼樣的利用 所以等到選完準備要辦的時候 應該就是接到了上級長官的電話 跟他講說這個案子趕快截掉吧 就不起訴你趕快截掉 你想個辦法把他給截掉 那就別再鬧了 所以我覺得他挑燈夜戰 在兩三天之內呢 就寫完了他的這個判決書 但是人也沒傳啊 那怎麼判決呢 所以他就想到了一招 就說哎呀這個案子 你根本就不應該判 不應該那個送到 台北地檢署來 就是你們要告的 這個博士論文不存在之訴呢 它是一個基礎事實 就是到底有沒有這本論文 這是一個事實 他沒有任何的法律關係 所以你不應該來法院告 他只能用這個辦法 把他草草結案 不然他怎麼去解釋說 你這個也沒開庭 也沒有產民權 也沒有訓問 那被告也沒有做任何的答辯 你問了 被告沒說話 那你要怎麼結這個案子 我想他翻遍了他的這個 台大法律系的教科書跟筆記 他找不到 所以最後他用這個方法 就草草的判決了 好 但是這個案子判決之後 那麼到了二審 明顯的有瑕疵啊 因為你一審沒有審理 你也沒有產民權 你也沒有小育權 那被告還沒有答辯 你就把這個案子給結了 你明顯有瑕疵 所以在二審的時候 被三位按照程序走的法官 黃明發審判長 林鄭佑跟周美瑜兩個法官 判蔡英文敗訴 把這個案子發回更審 發回一審 結果各位可能還記得嗎 在去年這一審開庭的時候 我就想說奇怪 那怎麼會又是你 張永慧同一個法官呢 你就已經敗訴啦 那我們發回更審 發回一審 你應該重新 這個案子應該重新分案 怎麼又是你 結果他就賴著不走 即便我們的律師張靜 告了張永慧偽造文書 跟妨害名譽 因為在判決書上面 他把了一些 我們沒有提到的東西 比方說我們想要確認 蔡英文的學位 是不是存在這件事情 寫在了他的判決書當中 而這不是我們的主張 那他就找了一堆理由 幫我們駁回 所以這顯然是 公務人員登載不實嘛 另外就是他認為我們這個 提出這個案子 是沒有法律根據 然後就寫了一大堆 我覺得我們兩個律師 張靜跟李政華 就是不堪受入 因為你這樣子寫的 結果一副這個律師 非常的不懂法律 所以他認為 這個判決書的這種寫法 明明顯的是魅於事實 跟魅於法律 而且同時對他們 這兩位律師造成很大的傷害 所以他們就告了他 這個妨害名譽 跟公務人員登載不實 好 那我們就想說 那今天在法庭上 張靜律師就說 他說你這個法官都是我的被告了 你怎麼還不回避 結果對照的律師 就蔡英文的律師 連元龍說 你告張詠惠 那應該是你回避才對啊 這跟彭文正有什麼關係 好 那我一聽 好啦 那你既然點名我了 那我告了就有關係吧 所以我就直接當庭告訴張詠惠說 法官 那這樣好啦 既然對方律師這麼說 那我現在就告你好吧 那我告了你 那你可以回避了嗎 那張詠惠就說 好 那他愣在那愣了一會兒 他說你要告我 那你把狀子給我 我說開什麼玩笑 我要告你 我還把狀子給你 待會你拿去馬桶衝掉 我怎麼辦 我就說我要下樓去告 他說不可以 他說你不能出去 你出去你就放棄了 你的這個出庭的旋律 我們要計時喔 你知道我一看 張詠惠法官大概差不多 他們都是我在台大法律系 教了學生的那個年紀吧 我說你在唬我 那我就跟他講說 那麽這樣子 我呢年紀大了 我想上廁所可以吧 我就掉頭就走 他愣在那 然後我就直奔一樓 然後去地狀 就完成了我的提告 好 那這件事情 經過幾次開庭了 那昨天 這中間其實波折很多 好 那昨天這個開庭 就是我們要告張詠惠的民事訴訟 200萬的民事訴訟的損害賠償 還有燈包盜竊的部分 就昨天開庭 那這位開庭的法官叫做 洪文慧法官 那這中間有很多 我的律師很高明的訴訟技巧 待會兒再慢慢講 對 剛剛彭P已經把前情提要 所謂的上廁所去提告這件事情 喚起了大家的記憶 因為我記得是在今年的三四月的時候啦 因為我印象中 不過我看到昨天 包括張詠惠跟彭P當然沒有出庭 都是委任律師來做出庭嘛 那我看到對方 就是應該不是對方 就是彭P的律師 有特別提到了就是說 張詠惠故意在那天宣判 故意讓媒體知道 因查明新聞稿何時製作 如何提供給媒體 聽說法官聽不懂 這番話是在講什麼意思 他就說 欸法官訂在哪一天宣判 不是都是故意的嗎 其實是在講一個新聞稿的事件 當時本來 律師還想要跨海 就是call in給你 就是因為媒體人 你就可以好好的來跟法官講說 到底什麼叫做 把天機先洩漏了 你跟法官的判決書 還沒有判決 結果媒體都已經發布了 對啊 還有我在那個 這個電話的另外一端 苦苦從半夜12點 等到就是等到凌晨一點 那個你知道 我好想再把您說幾句話 不過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這個法官 我覺得還算蠻明理的 他心裡面想說 欸當事人要發表意見OK 只是這個法院的視訊系統 今天沒有見起來 所以可以下次 他當庭的意思是說 沒問題那就下次 讓這個彭文哲能夠 岳陽來表達意見 這不是重重打臉 那個要拘提我的劉承武嗎 一個民事庭對不對 我是原告 而且一個民事庭的原告 都可以用視訊表達意見 那一個刑事庭的被告 為什麼不能夠 他的權益可能更要被忠視啊 為什麼我不能夠 透過岳陽去表達意見 所以昨天這個 洪惠會法官的這個裁定 基本上重重打臉了幾個人啊 打臉了兩天前 開庭的這個李曉甫法官 他也是不讓我視訊回答 那也重重打臉了 劉承武檢察官 還有姚念茨法官 這麼簡單的東西 我們不是上次 在節目中還講過嗎 那個李柯先生 不是也透過岳陽 去做這個離婚的這個家事官司嗎 你很關心八卦啊 我就剛講完 這麼這麼細節的八卦 你都知道 我的案子本身就是個八卦 不是嗎 我還講說 那為什麼李柯先生 給我文柯先生就不行 顯然這個洪惠會法官 有聽到這句話嗎 他就回應我啦 就答應啊 他只是說現場用這個軟體 他說那個軟體 沒有辦法播放出來 而且不是法院同意的 所以下次讓我視訊 那個表達意見 所以什麼具體我 什麼無聊的東西 可以那個 不過最好具體我 具體我的話呢 我現在的這個周遊列國 進軍聯合國的 這整個計畫 就少了一塊拼圖 就是少了一塊 我被通緝的拼圖 那這個會造成更大的 這個蝴蝶效應 所以我一直在 等待這樣一件事情 就我今天看到中石電子包 我以為我被通緝 我高興了一下 結果不是 我又失望了 對你還要再等一下啦 還可以啦 因為劉承武才發了六道金牌嘛 岳飛發了18道 我還有12道 對不對 岳飛三個字叫莫須有 那我是12個字 我是新生院隊 俠院報復為了生計嘛 我是12個字 所以我跟岳飛打成一比一啊 有勝有負 好那這個案子就是 但是到目前為止 第一個部分就是 我覺得我們爭取一個重大的勝利 是為什麼我不能夠跨海岳陽 表達我的意見 對不對 既然那我提告 我都可以在民事官司上表達意見 那我當被告在刑事官司上 為什麼我能表達意見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在昨天呢 提出了一個非常重大的 這件事情喔 是台灣的司法單位 可以行之有年的違法 但是我說好吧 你違法你以前沒有人抓你就算了 你今天不好意思 你不小心讓我抓到了 我為什麼會抓到 因為我自己以前跑警政司法新聞 我剛出道的時候 就是跑司法新聞 那個時候我一天到晚 在台北地方法醫院 跟在台北地檢署 那個時候的前檢察中的 顏大和的辦公室 就跟他彎道的趙咖咧 那個時候我在台市跑司法新聞 我們一天到晚在這個書記官長室 在檢察長室 在這個法官的那個室裡面 跑來跑去 然後去偷瞄看他桌上 有沒有什麼公文 那個法官去上廁所的時候 我們就去看 去翻他的公文 看有什麼東西可以去看一看 好啊 那個當時就這樣 好 從那個時候開始 司法官就會去養一些記者 講養一些記者有點難聽啦 就是說他手下會有幾個記者 跟他交情比較好 那他就會沒事透露消息給記者 那記者回去可以交差 這是比較善意的這個法官 那比較惡劣的法官是 他們會利用記者去放一些消息 來整一些自己的同事 比方說他整一個檢察官 或者是說他要利用這樣子 來造成他辦案上面的一些 績效跟曝光 所以他就會漏一些新聞 給特定的媒體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大概在不到一個月前 司法高層內部有一些互動 那就有一個退休的法官 就指控這個媒體 他特別點名指控自由時報 他說自由時報跟法院裡面 有一些系統是聯動的 專門利用這種放小道消息的方式 然後去製造一些 就是製造一些有利於這個司法界 運作案子的一個手法 那我一看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我沒什麼了不起 這20年30年前就這樣做 但是這樣做有沒有違法 這樣做嚴重違法 如果這樣做不違法的話 那黃世民的泄密案 就不用這個判刑 那就是天經地義的 那馬英九黃世民那個泄密案 你也不要告訴我 什麼泄漏公文的內容 那就沒有什麼泄密的問題 好 所以被我們抓到的是什麼 張永慧法官 他的什麼新聞稿呢 108年度數字第5590號 確認博士文文不存在事件的新聞稿 這個新聞稿呢 請問是在2020年的1月15號 的3點54分公佈上網 結果中時電子報在3點28分 自由電子報在3點29分 就做出新聞快訊 請問他們是有天眼通嗎 還是時空的旅人 請問 對他們是怎麼樣拿到的 那如果在這個判決 還沒有公佈公告之前 就去洩漏內容 這叫做泄密 那有侵害到你的什麼權益嗎 就是說如果法官就說 啊我泄密泄密啊 我判決就是這樣子 那我侵害到你什麼 他會不會這樣主張 好啊 我覺得很簡單啊 這個泄密的本身就是你 法院的這些判決書 沒有公告之前 是不能對任何人透露的 我們退一萬步言啦 如果這沒事的話 那我們今天想想看 我今天假設我今天是法院 司法院裡面的最大的黃牛 我來勾結一些 這個外面的掃 每次我在我就想把黃牛 拿去給當事人看看說 來來來這個許甫 你看看你的案子 現在我要這樣判 你覺得怎麼樣 那這樣子可以賣多少錢 那不是公然的製造了司法官 喬事情的空間嗎 你可以在判決書沒有判之前 就露出去給社會大眾看嗎 那這個露出去的時間到判決中間 不就製造了有心違法的人 可以上下起手的非常多的機會嗎 這就是為什麼像這樣的判決書 是不能夠事先走漏的 你要嗎 公布 讓全世界的人同個時間看到 你不能製造這個 閱聽大眾的時間差 好 那就這個案子來講 很明顯 這背後是有人在操縱的 我覺得會不會是張委會法官 這個我不敢說 極有可能是 台北地方法院內部的高層 他們去撰寫完了這個新聞稿 那你說他撰寫新聞稿之前 他為什麼會知道這件事情 那當然是張委會法官告訴他的嘛 告訴他說我這個判決打算怎麼判 那張委會法官那麼無聊嗎 法官不是獨立審判嗎 為什麼他的判決書要告訴別人呢 因為這整個案子的流程是 背後有一個集團在控制嘛 曲凡跟蔡英文有關的 不管民事刑事 或者周邊的人的刑事 民事案件 甚至是行政訴訟的案件 這背後有一個中央廚房在處理 你可能會說我在 我的證據在哪裡 我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我們說過在英國倫敦大學 有一封阿飄文件 叫P.C. Kennedy的文件 他這裡面的文件的英文叫做 Thesis Title Thesis Title就是論文題目 結果你看 黃偉檢察官 他的物證當中 Thesis Title翻成什麼 翻成論文 Title不見了 劉承武檢察官被我們逼著去翻英文 他也把 Thesis Title翻成論文 林圓龍的狀子跟 萬國法律事務所的狀子 那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案子喔 張敦涵的案子是 萬國法律事務所的案子 那林圓龍的案子是 蔡英文告我的案子 他們同時用的這個證物 就硬生生的翻成同樣的錯字 跟劉承武翻的一模一樣 這麼巧 同時找到一家 看不懂英文的翻譯社嗎 硬是把Thesis Title 論文題目翻成了論文 那他企圖想要這個偷天換日 因為他當時的那句話是不通的 那句話為了證明蔡英文有學位 於是他說到說 蔡英文在繳交了論文題目之後 就獲得了博士學位 這一看就知道是笑話嘛 為了避免這個笑話 拿上法庭 變成了對他們不利的證據 所以他硬生生的是 把英文中的一個單字給沒收掉了 把Thesis Title 直接翻譯成為論文 結果你看劉承武翻的 跟萬國法律事務所翻的 跟林圓龍翻的一模一樣 收入在黃偉的起訴書當中 也是沿用這個證據 也是一模一樣 你說這背後 沒有一個中央廚房嗎 那回到剛才我們講的這個題目 就是說在招委會法官 他的這個判決 原本法官是應該獨立判決的 我今天要判決什麼東西 在我公告之前 我不會告訴任何人 也不該告訴任何人 如果我可以告訴任何人的話 那就留下了司法 司法黃牛喬案子的空間嘛 就是在因為我判決 還沒有公告之前我都可以改 如果我可以告訴別人 那我就先寫個判決 拿出去外面兜售 問問看這個被告 這樣子的判決書 你要花多少錢來 然後修到你高興為止 我再公告 當然我講的是退萬步言 如果有人要運用這樣子的方法 去這個不當謀利 然後貪賬王法 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我先公佈 我先把我的這個判決書 給別人看過 最後大家都喬完以後 我再公告 形成正式的判決 所以當然不能夠事先洩密 可是偏偏這個新聞稿 說明了一件事情 他把這個案子啊 來龍去脈講清楚的時間 是3點45分才上網 自由時報跟中時電子報 在3點28分跟3點29分 就具細迷移的寫出這個案子的判決 結果以及判決理由 還有判決內部的一些 爭執事項以及法官的意見 這個跟判決主文是不一樣 判決主文只是簡單的說 這個案子誰贏誰輸 但是判決內容理由3點45分 2020年的1月15號的3點45分 他們才上網 那你會說我怎麼知道 這個就是理科先生跟文科先生的差別啊 這個檢如果你會擅長按右鍵 你會看到非常多 有關於這個檔案 在建立文本的時間 修改的時間 儲存的時間 你在這個文件上面花多少時間 都具細迷移的 在你的電腦滑鼠的 在你的右鍵上面可以看到 那因為法院都是文科先生嘛 所以他們可能不知道 我們可以有這個本事 看出來司法院新聞稿 在做什麼手腳 我說現在這件事情 司法院一定有人要做了 不是張永惠呢 就是新聞公關室主任 要不然就是台北地方法院的 院長黃國中 總是這裡面有人在動手腳 對剛剛那個彭P 屈服你還好嗎 還好剛剛也有 對對就是確診了確診 彭P不是傳染給我的吧 真的 那不然你趕快打高端啊 好趕快趕快 現在本來打高端不用排隊 等一下我們也會來討論一下 高端的去處 不過剛才彭P在講說按右鍵 我就想說我也算文科先生 我就知道右鍵是要複製貼上而已 我就不知道右鍵有這麼多的功能喔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法官叫做鴻文會法官嘛 他要來審張永惠的案子 我聽到彭P的律師也特別講說 哎搞不好他們是做同一個辦公室 還是一個同事 他是希望說你們要公平審理 而且我仔細去看一下鴻文會法官說 所謂的視訊 他說你們可以來提申請啊 那會不會到最後還是一個過招而已 你提申請那我萬一到最後還是薄掉了呢 或是反正最後還是讓你走個過場之後 最後我還是 我畢竟同事抬頭不見低頭見 判得了同事嗎 好這兩個層次的問題 其實那天那個法官他說的 不是像報上寫的這樣喔 因為我們總共有同學去寫這個逐字稿 當天是這樣的 張靖告訴他說 這件事情詳細的要說明 要由這個曾經在媒體工作過 有實務經驗的彭教授 他來說明 但他現在人在美國 但他也在線上 他可以立刻的來說明這個 新聞稿發布的整個流程 跟內容哪裡有問題 結果這個法官就說 現在你臨時告訴我們用這種方法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他說因為呢 這不是透過法院的視訊軟體 那而且他這樣子講的話 他沒有辦法播放出來 聲音上面都有一些問題 他說所以呢我們下次 用我們法院的視訊軟體 所以今天不行 這句話的整個意思已經講明了 他當場已經做了裁定 可以下次 你下次可以來 對所以如果他要轉彎 或者是突然跑去育嬰 那我就沒辦法了 所以現在呢我要先發一個文 到台北地方法院 給院長黃國中就是說 如果洪文會法官要申請育嬰駕 我自願幫他看小孩 請他不要申請育嬰駕 而且我會證明說 我有能力照顧嬰兒 以前我嬰兒都是我在 這樣講不行這樣講回去 很多時候都是我在照顧 我不知道許甫你會不會 你知道我看一個嬰兒 一個人會不會照顧嬰兒 第一我只看一招 我看他怎麼抱嬰兒 這個我有信心 我看他的手勢 我就知道他是真的奶爸 還是假的還是臨時演員 這第一個 第二個怎麼判斷手勢呢 你要看他有沒有辦法 用一隻手抱著嬰兒 左手抱嬰兒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時候要餵奶啊 或者是當裡面有兩隻手的時候 你能不能用一手抱住嬰兒 這個是關鍵 一手抱住嬰兒呢 要怎麼抱 一般人不會 因為那個軟軟軟的 你抱會掉 你要怎麼把他扣住 脖子要給他托住啊 對啊 脖子一定要托住 因為脖子很軟 那脖子托住的時候 你要怎樣一手可以抱嬰兒 所以我絕對可以幫洪文會法官 如果他有嬰藥慾的話 算在我身上 拜託不要再請育嬰假了 是誰趕快把這一篇 今天的這一集趕快傳給洪文會法官 說不定他就私下來 跟彭P來做一個聯繫了 不過好啦 我們剛才講到很多 有免費的應用幫他 因為今天光打起來像應用 現在大概東南亞一帶的朋友啊 對 這個我分不清楚國籍 國語講的挺標準的 沒有問題 還可以講 四碼八糟 這個禮拜當然彭P出了兩個官司 就是一個是還有張敦涵的案子 不過這個就算了 我們就時間關係我不提 我要不要提大家比較關注到的 在英國這邊的進度 其實這兩天也引起了 大家的轟動跟討論 會看到好多的媒體也引述 而且說彭P也是真的說開心的睡不著 有媒體又這樣下標 就是我看到2020年2月20號 這一篇新聞 就是所謂的英國諮詢委員會ICO 正式受理蔡英文的論文們 這是2020年現在已經要 快2022年了 現在又出現了新的進度 現在為什麼突然ICO眉頭一皺 發現事情不對勁 要開始重審或是重新來 審視一下倫敦大學的證詞 或是審視一下倫敦政經學院 提出來的東西 怎麼ICO會有這樣 這麼大的一個轉彎呢 坦白說動機是什麼我不知道 有人說ICO內部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有一些內鬥 另外有人說 這只是他們虛晃一招的手法 這個我不知道 就算是虛晃一招 我覺得也不錯 越晃得越久呢 這件事情的能見度就越高 可被公眾知悉 跟討論的空間就越大 所以是晃也好 是真實要調查也好 我都沒意見 這個案子喔 ICO就是英國的獨立委員辦公室 或者有人叫獨立委員 專員辦公室什麼 它叫做Information Commission Office 它是由英國的幾個部會出錢 但是它是屬於一個獨立的系統 直接跟英國女王報告 所以他們不需要受到 避免他們受政治的干擾 他們是由英國的媒體部 文化部運動部共同出錢 拿出一筆錢然後成立的 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 好 這個Michael Richardson呢 因為跟英國倫敦大學要資料 英國倫敦大學不給 所以Michael Richardson就告到了 英國資訊委員會 因為英國資訊委員會的目的呢 他遵守這個所謂的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就是自由信息法 當公眾有要求的時候 屬於應當揭露的公眾資訊 必須完整揭露 這是自由信息法的一個 很重要的精神 那麼當然當你要求揭露信息的時候 一定會衝撞到個人隱私 或者國家機密 所以這個英國的資訊辦公室 就在做這種折衝跟平衡 結果我們跟英國資訊委員會辦公室 控訴英國倫敦大學遮掩 不提供資料的同時 這個我們在海外的這個美國人 這個Michael Richardson 這位獨立的撰稿記者 他欺而不捨的 至少寫了20張以上的撞子 就是來來回回至少寫了20份 每一份至少大概10頁10幾頁 因為他曾經在律師事務所 待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然後他又是一個文筆很好的 這個美國的Native Speaker 就是他自己的母語 所以他就一個人 好當然周邊有很多 包括我在內 我們有很多人互相會討論 會聯繫會開會 他就一個人打官司 就一路打下來 打了也快一年半 他呢有些收穫 他的狀況就跟我們一樣 有些收穫也有些碰壁 拿到了很多很珍貴的資料 包括了ICO叫勸退Michael Richardson說 哎呀你不要再查了 查下去會造成蔡英文的痛苦與傷害 那一句話就是ICO說的 叫做Damage and Distress 但沒有說明 為什麼查一個人的論文 口試委員的姓名 會造成Damage and Distress 沒說 這英國資訊委員會呢很有趣啊 他跟台灣的官場很像 說話都說一半 那說得模模糊糊 讓兩邊的人都有這個解釋的空間 結果Michael Richardson 被耍了一年半之後 還是不給關鍵資料 他就一狀告上了行政法院 這個行政法院呢 一開始看起來也算是蠻開明的 就說哎那你們把你們的這個理由 書狀寫上來 就雙方經過了很多的比戰之後 英國的這個行政法院 來來回回來來回回 竟然在一個禮拜前 判Michael Richardson一審敗訴 敗訴的理由不是證明了 蔡英文有國事學位 而是說跟這個台灣的行政法院一樣 說這種事情喔 最好你們私下協調 然後要哪些東西 就不要來我這裡 我這裡呢不負責去 處理內容是否真實 我這裡呢也不想要為這種小事情 或者是原本就應該公開的東西 做任何的裁決 所以他意思就是說 你英國倫敦大學該公佈就公佈 你真的有隱私上的問題呢 那你就跟當事人說清楚 那當事人呢 你好好去跟英國倫敦大學要資料 他們也不會不給 所以你別來我這招 我在這裡判你敗訴 那這案子回到你們自己去談 所以這個英國的資訊委員會 跟Michael Richardson的這場官司呢 就定因在英國資訊委員會 這樣處理並無不當 英國資訊委員會怎麼處理呢 就是不告訴你 最後結論就是 隱私權大過公共知小權 那這個判決當然很荒唐 當然會繼續往下走 所以Michael Richardson就上訴到了二審 在上訴二審的時候 突然接到了英國的資訊委員辦公室 寫了一封信來 這封信有幾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就是 這個專員寫信給Michael Richardson說 你的案子喔 現在我們內部有一些調查的意見 最後這案子歸到我來審理 我先跟你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某某某 我的電郵是這個 有什麼事情可以跟我聯絡 第二個他要說的是說 你的這一些訴求我們看了 確實是有一些討論的空間 在隱私權 公共知的權利當中 確實沒有達到平衡 至於平衡的論述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繼續審視你們的案件 第三個呢你應該知道說 我們這個諮詢辦公室 作為這個諮詢辦公室的身份角色 我們並沒有要去認證 什麼訊息是真的 什麼訊息是假的 我們的責任在於 看一看這個公共 他叫做Public Authority 這個公共單位 或者是行政部門 有沒有充分的搜尋 這個就是民眾所需要的資料 而民眾所需要的東西 這是我們的責任 也是我們的任務 其他東西不關我們的事 所以先跟你闡明了這一點 然後第四點 他跟Michael Richardson說 我們很希望雙方能夠透過 妥協協調 compromise的方式 達成共識 而不要用訴訟 或者其他的手段 來作為取得的一個方法 他覺得這個是沒有效率的 那第五個最後一個 也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會針對Michael Richardson 你所說的這件東西 重啟調查 我發現你所說的東西呢 有些聽起來也確實 英國倫敦大學似乎 沒有理由遮掩 所以在英國資訊委員會的角色來看 我們會盡量的使英國倫敦大學 能夠提供更多能夠滿足你的資訊 簡單講他就是這五點內容 這五點內容 大家聽起來可能就利用一些踢皮球 但對我們來講是 大漢之望雲泥啊 九漢馮甘霖 其實很久很久以來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也好 倫敦大學也好 資訊委員會也好 從來都沒有正正經經的回答過 我們真正的問題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開始 那至於他是虛晃一招呢 為了安撫我們 因為他知道 我們後面還有兩三個案子在等 後面還有二 我知道就有兩個案子 有一個不知道是誰的 還悬在那邊 那這些案子當中呢 有一些我會參與 那我會飛到英國去 參與某一些重要的案子 所以這幾個案子都在進行當中 那我也不知道 資訊委員會到底是因為 小的說我快要去英國找他了 所以趕快把事情辦一辦的 還是怕我在白宮草皮著涼了 這我不知道 對但是這個剛剛彭P講到 突然之間他好不容易感覺起來 把這個甩鍋給甩掉了 然後突然又把這個郭接回來 然後在裡面的內部 還換人來審理這件事情 甚至我看到彭P有在節目上講到說 會不會就是因為倫敦政經學員 突然自己跳出來給個 所謂278頁的學生資料 ICU也覺得這個也說不過去啦 你對一個那時候也不是總統 也不是誰的一個學生 278頁是在寫他的日記 還是在偷窺他 這大家可能也會覺得蠻傻眼的 所以難道是真的是看了這些資料 他覺得不太對勁嗎 這裡面很有趣啊 許甫很用功 你就看到你知道 我們這個278頁這件事情怎麼來的 這個是黃偉的 這案子不是黃偉 是我要卓裕選法官 幫我涵循英國倫敦大選 結果卓法官就是因為呢 很認真的調查證據 所以他就去御英去了 那麼他所做的事情呢 促成他御英的就是他這幾個動作 他真的去韓循倫敦大選 還叫我提出題目來 他我多久可以好 我說一個禮拜 其實我一天就可以給他 因為我其實我做夢講的 都是那個論文有關的內容對不對 有時候還講英文 所以沒有問題 我一天就可以 就我的律師拉一拉 我說不要那麼衝動 他就說兩個禮拜 結果我真的兩個禮拜內 我把十道題目 我要問倫敦大學的題目 都交給了台北地方法院 可是一耽擱又是半年 這中間來來回回啊 就開始有外交部介入啦 什麼司法互助啦 什麼奇奇怪怪的事情都來了 好 最後有外交部出面 去跟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韓詢 莫名其妙我問的是倫敦大學 結果你倫敦大學不回應 你外交部竟然沒事 就拿倫敦政經學院的回函 來搪塞我們 這就算了 我知道同學們 如果常常在我們節目當中 許譜的這個論文開箱 你會知道在2008年以前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不是一個獨立的學院 它是隸屬於倫敦大學下的 一個次級的單位 就好像是政大新聞系 或政大傳播學院 那你的許甫的這個學士學位 你到底有沒有畢業 你的畢業證書 絕對不會就傳播學院發的 一定是政治大學發的 這答案很簡單 我們要去驗證許甫的學歷 也是去找政大的註冊組 不會去找傳播學院辦公室 那這樣一比喻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當時我們說 如果你要去問倫敦大學 結果我們的外交部 硬是拿著倫敦政經學院的 一些回答來回答我們 那偏偏倫敦政經學院 也不是真正官方的回應 他找了一個叫做 Head of Legal Team 就是倫敦政經學院的 法務部門的一個主管 來回應我們的問題 我們剛開始以為說 這個人會不會有另外一個阿飄 結果我們上網查了一下 這個人叫做Kevin Hens 確實有這麼一號人物 我們又看了一下他的背景 他背景也不強 他是法務主管 但他不是律師 他本身沒有律師資格 然後也沒有什麼很強的背景 所以我就想說這個人是 到底是英國倫敦政經 法務室的主管嗎 還是法務室的清潔工 我其實還有點懷疑 但是這個Kevin Hens 是我們非常喜歡的 對方的豬隊友 他就回覆了台北地方法院 說有 蔡英文呢 他的學生資料呢 有278頁 那他的這個論文的 這個口試日期啊 10月16號 這個我們也確定了 而且呢 他還透露另外一個東西說 他的論文口試委員啊 有 上面有記載 278頁裡面的兩頁 有提到這件事情 他名字呢分別是Michael Elliott 跟另外一個人叫做Leonard Lee 這有兩個人 好 就把這個事情就交差了 但是他並沒有告訴我們278頁 剩下276頁在寫什麼 這裡面留下了三個疑問 第一個 他這是這一輩子第一次 蔡同學的指導的口試委員的名單 他已經洩漏了 可是在這之前 哎 莊孝偉 你不是說這是這個機密嗎 不是說洩漏這個會造成 當事人痛苦跟傷害嗎 我們在海外打了多久的官司 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來來回回跟英國倫敦大學 跟資訊委員辦公室 跟行政法院 弄了半天不是都不給嗎 那現在一個小小的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 法務室的主管 就把這兩個名字給丟出來了 那是今天假的 那我們去查了一下 我們想說這八成兩個都死了 那因為蔡同學最喜歡玩 那個死人招 哎呦一場沒有耶 哎有一個沒死 那很多人就叫我說 哎那沒死了去問一下 哎不必問 不必問啊 這事情這個不用急 好 為什麼不必問 因為那個根本就不是啊 你看哦 這個Lenor Lee 是英國倫敦大學的教授 Michael Elliott 也是英國倫敦大學的 根據英國倫敦大學的 就業 修業規定 你的指導教授 你的口試委員 一定要有一個是外校的 所以當你兩個都是校內人 所以就再見 再見了 這個不是口試委員 這個是transfering 這就是博士資格考的規格 結果你知道嗎 透露這兩個口試委員之後 連元龍啊 就是蔡同學的辯護律師 偷偷的在訴狀中 遞出了一道這個證據 據當事人指稱啊 這當事人就是蔡英文 據當事人回憶 他的口試委員 可能有第三位 可能 有第三位 那補上了另外一位 還在找啦 目前為止 還在找是不是 還在找適合的人選 那適合的人選要有幾個 條件不是很容易 第一個要缺錢用 第二個就是說要換帕金森氏症 帕金森氏症 對 還要老人痴呆 那第四個可能還有一些 這個解憶的障礙 這樣才不會站出來揭露 蔡同學的這個掀他的底 說哎沒有沒有 不是我 沒有辦法對證就對了 對 所以呢 這些笑話將來都會成為 我們的這個論文們的 拍電影的很多 蠻好玩的情節 好 那回到剛才那個 另外有一個大哉問 也請這個論文門開箱的同學們 替我們想一想 在什麼情況下 你的學生紀錄表會有278頁 絕對是風雲人物 風雲到一個不行吧 大概 對啊 而且那不是他論文喔 我先講明喔 那是學生資料喔 278頁 就是可能運動會 大概跑步比賽第一名啦 然後考試第一名 然後還有幫學校的可能 做校內服務資源回收等等 很多的獎狀 或許 或許我們蔡總統 或許啦 會不會在倫敦政經學院表現 真的就這麼優異 278 3頁 278頁要怎樣弄 我到現在為止覺得這是笑話 真的是天大大的笑話 那他說他的學生資料有278頁 其實我講笑話之餘了 我腦袋裡面興起一個念頭 然後蔡同學 我把幾件事情兜起來 第一個透露口試委員的名單 會造成這學生的痛苦跟傷害 然後這個同學的資料 又有278頁 他是不是跟他的老師打過官司啊 這是我唯一的想法 他是不是有一些來來回回的 什麼事件造成了一些聽證的資料 然後這些資料通通放在學生資料裡面 如果揭露了 會造成他的痛苦跟傷害 278頁 可以差不多可以比資質通見了 這個要怎麼辦呢 就是一定是發生一件 可能或是幾件什麼樣的大事情 那需要用很長的頁數去 詳述來龍去脈 才有可能湊到這麼多的頁數嘛 就比如說我剛才隨便亂開玩笑 你得獎就是得獎 你也不會寫了這麼多東西 這真的非常奇怪 不過你要講到這個資料的部分 最近有一份資料 我想去彭P看一下 就是所謂的2021年國家形象排名 第一名是德國 第二名是加拿大 第三名是日本 然後往下找了15名 都沒看到台灣 然後再往下來 看到了南韓 看到了新加坡 中國在31名看到了對岸 中國 然後看到33名才是台灣 欸這個我相信這個 因為這個叫做什麼 國家形象排名 我覺得在台灣一定有一些人 就是看到這個排名 還不服氣 怎麼可能 就是我們33名就算了 居然輸給對岸 雖然31名 然後我就看了這個排名的 有六項指標 出口啊 文化及其遺產 然後人民 投資與移民 還有旅遊 另外還有一個是治理 那治理呢 這個就是說 大眾對這個國家政府的能力 還有公平的看法 我要彭P你覺得我們33名 比去年退步一名 然後還輸給中國大陸 你覺得這個排名服氣嗎 還是說台灣應該是No.1啊 我覺得這可實際是輸給 這個中國大陸的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所以唯一的解釋就是說 這一家排行的機構還沒買到 我們的這個政府錢還沒有到 但是這樣子 搞不好明年就第三名 後年第一名 所以這是我唯一能做的解釋 其實我這樣聽起來 台灣其實在剛才講這幾個指標 但我們還真的沒有辦法跟別人比 這個國家有在治理嗎 對不對 這國家有在治理嗎 談什麼文化遺產 還有什麼旅遊啊 移民 投資移民啊等等 那我現在跑到美國來 這件事情應該可以幫台灣 提升個兩三名吧 看明年會不會好一點 不是這是移民是吸引人家來住啊 那你這樣出去又要減分了 是不是你害我們台灣這個落後的 你看你一定是跟那個劉宗文 什麼 沒有啦 因為很多人在講說我們不是很多時間都在大外宣說 我們怎麼跟送口罩出去啊 然後什麼疫苗怎麼樣又怎麼樣的友好啊 然後什麼常常會有什麼其他國家的議員啊 歐盟的議員來訪 那怎麼會感覺起來整個形象的排名 會有這樣子往後的落差 大家會覺得說還是過去所謂的大外宣 其實都是大內宣啊 事實上是如此啊 那些東西都騙人的啊 你知道俠新聞最近有人投稿 我看到一篇文章 因為是在紐西蘭的 在紐西蘭澳洲 在一些朋友 他們親眼看家當中是怎麼樣錢 怎麼樣去做這個宣傳 怎麼樣收買相關的媒體 所以他們的感受是很深的 尤其是在海外的人 你會看這個局勢看得比較清楚 在台灣可能常被騙 其實蔡英文在他執政的這五年多當中 我覺得他成功做了一件事情 挽救了他自己 已經是雪崩式的這個信心程度 就是說他體會到一件事情 不管這世界長的什麼樣子 我只要改變人們 對於這世界長的什麼樣子的認知 英文叫perception 我只要改變perception 我就改變了真實 所以他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氣 在做所謂的內宣跟外宣 所以他需要1450 大肆的去幫他做相關的這些 操作的這些相關的細節 因為他很清楚 要改變事實 只要改變一般人對事實的認知 就等於改變了事實 就過了這個米尼嘎 他過去幾年砸重金 花很大的力氣所做的事情 不是怎麼樣把台灣帶上更好的未來 而是怎麼樣來讓你感覺到 你的腦袋裡面飄飄然 覺得台灣真的很好 這個東西就很像吸什麼 安非他命 你呢 你又改善你現在的現況 可是會讓你突然覺得 自己什麼都很好 突然這樣吞雲吐霧之間呢 覺得你這個人飄在空中 所以蔡同學在做的這件事情 就是大量的讓台灣的人民 每天都在吸食 覺得自己處在一個很棒的國家 所以這就被戳穿了 你可以看得出來 你不要說亞洲四小龍 真的輸給對岸 我覺得那個可能對岸那些1450 那些五毛或什麼 應該笑得滿地打滾吧 台灣笑人家笑了幾十年 對啊 剛剛彭P在講說 就是讓大家感覺良好 就是我們過得最幸福 我們最美好 然後呢 然後就你會聽到 去年防疫到今年防疫的時候 都還會有世界怎麼跟得上台灣 結果到了快到年底的時候 這個事情已經一再一再的被驗證 我們世界怎麼跟得上台灣 是跟得上台灣的荒唐跟瘋狂吧 就是我要講的就是最近 高端疫苗的事件哦 我先聽聽看陳時中 在講說要去美國 之前本來說美國好像說 如果沒有兩劑國際疫苗的話 你是不准入境 然後陳時中又講了一句說 世界上不是只有美國啊 然後現在呢 現在怎麼辦 現在全世界只剩下 除了台灣以及其他的 兩到四個國家而已了 所以突然世界變得很寬闊啊 因為大概只有四五個國家 如果在陳時中的地理認知的話 但是去美國這件事情哦 高端總是有77萬人打了嘛 現在要去美國的話 必須要再加打 在這一週多的時間以來 已經掀起了瘋狂的討論 然後呢陳時中 終於怎麼回應 這樣的政策要不要負責 我們來聽一下他在立法院的說法 自己哦 打越多不良的效果 也可能跑出來哦 你要不要切結書寫下來 有時候請你負責 這沒有所謂 沒有科學證據啊 這沒有所謂一個 切結的問題 委員可能對我們公共衛生的政策 要去瞭解 我讀了很多蔬菜瞭解的哦 請教的專家哦 這是一個整體的 我就問你 你敢不敢切結說 如果 有個案的保護的方式 你敢不敢切結 我就問你 你要不要切結說 沒關係 高端打兩劑了 再補兩劑出口出問題 我陳時中負責 咬咬嗎 我沒有辦法負責 我沒有辦法負責 但是我們有法律 國家有法律 他有要害救濟 他一樣是要害救濟 在國家裡面要談 大家要談一個制度 今天如果打了兩劑 好這高端這個事件 真的是很荒謬的 因為一個沒有做完 沒有做到三期的疫苗 去打了 然後呢現在要人民 這個疫苗還沒有做混打的實驗 就要混打別的疫苗 然後還是混打第三劑 然後再混打到第四劑 世界真的跟不上台灣 因為大概超前了 初估一算大概五六步吧 然後最後兩手一攤說 我沒有辦法負責 那意思是說 那你們下面這些打高端仔啊 你要去美國 是你們自己要去的 我現在就是說 你在台灣好好的打高端就沒事 我不知道彭P怎麼看 現在陳時中似乎 壓力太大了嗎 還怎麼樣也不演了 就是說我沒有辦法負責啊 然後甚至也有說 高端混打沒有科學的效力 沒有科學的證據 但是他說 但是你要去美國 你就是這樣做 那是美國很怪 你怎麼看現在陳時中 現在是怪美國嗎 這件事情分幾個層次來看 第一個當時幫高端背書的 包括了陳建仁 你們要不要出來講一句話 你們告訴大家幾個問題 我強烈的問的問題 這個高端疫苗打下去之後 它到底有沒有用 我們先不要講說 到底出不出不了國 第一個它到底有沒有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它為什麼有用 出不了國 請說明難道是台灣 被不當的歧視嗎 如果台灣遭受歧視 你為什麼不抗議 第三個現在全世界 都不會有高端兩劑疫苗 只有那什麼兩三個小國家 我嚴重懷疑那兩個小國家 是我們花錢去 那第三個問題 就是我剛剛延續到的 兩劑打得出不了國的人 政府要如何負責 政府一定會回答說 那我們就打第三 當第四劑 好那我要再問第二個問題 第五個問題是 第一劑第二劑跟第三劑 第四劑之間 有沒有所謂的 交互作用 就這些中間之間 有沒有一些交互作用 就是一般小老百姓講的 能不能混打 當然是不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 因為全世界沒有人知道 高端是什麼 所以不會有人去做高端 跟其他疫苗之間混打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跟後遺症 更何況 假設就會有一些 負面的這個副作用 有的時候副作用是 長期努力 就是它是一個中長期的效果 不會有人知道 等到有一天呢 這些混打的人 突然有一天暴斃了 那可能最後的死因 就會是某人心肌梗塞 某人這個過敏 某人什麼 所以這是非常負責任的態度 哎這是打盡身體的東西 這不是開玩笑的 那不是那種什麼政策 如何如何改選意策之後 造成的傷害畢竟有限之類的 所以碰到這樣的情形 我們的政府還能夠洗皮賴臉 那當時為這件事情背書的人 今天要不要站出來講幾句話 有一串人我記得 還有那時候什麼野百合世代 什麼站出來什麼打高端 你們做了這樣的不良示範 你們要不要講幾句話 台大醫院不是有個黎秉穎嗎 當時不是為這些東西大肆促銷嗎 你們要不要站出來講幾句話 還有那個房客王八千 你們做的這件事情 還有那個林靜宜林醫師 最近在忙選舉 你們這些人對台灣造影響 你們真的不用負責嗎 這個問題大家要好好的想一想 如果今天每一個人喔 把政府的事情都像路人這樣子 一路追下去 我相信他們不敢 我們新聞一陣子過了之後就算了 最高端打了到底有沒有用 可能過了三個月後 就不會有人在討論了 所以他們才敢繼續的這個 違非作膽 然後在下面一個公共政策上面 再繼續說謊 所以我說今天台灣 一定要有究責的這一個系統 一定要有追究責任 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如果國民黨不做 那就人民來做吧 對 剛才彭P在講說 這個事情感覺起來就是 反正稀里呼噜 然後人民不在乎就算了 好像在賭啦 賭過了就算 可是他賭的是什麼 賭的是人民的命 因為今天最新的一個新聞 有一個叫做 我覺得蠻可憐的一個弟弟 地獄倒霉鬼 他是才16歲的男生喔 他被說要去接種BNT的時候 結果我不曉得是因為最近 高端真的太多了擺在那裡 他居然第一季的BNT被打了高端 然後當然說喔 這個是診所的問題啊 然後但是也推說 這個弟弟啊 因為他長得就塊頭比較大 比較像成人 所以看起來像成人 就打了高端 其實我不太懂這個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打錯了 跟他成人有什麼關係 但有幾個問題喔 高端疫苗現在只限20歲以上的成人打 他才16歲 打高端疫苗有沒有問題 指揮中心只說 喔我瞭解那個個案沒有副作用啊 他才剛打欸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啦 未來第二季的時候 就可以打BNT了 就是第一季高端第二季BNT 這個又是一個白白送上去的人體實驗 然後第三個層次是 問題是現在青少年要等第二季的BNT 還沒有開放還沒等到 所以他一來要嘛就是高端有效 他就沒事 要嘛是高端就根本無效 他就是可能會遭受到新冠病毒的侵襲 可是高端有效的時候 對他來講說會不會他才16歲 要20歲以上才能施打 但是現在指揮中心雙手一攤就說 沒關係啊 現在看起來是沒有副作用 我覺得現在好像就是 真的要這樣混過去欸 反正現在整個指揮中心 我不知道現在指揮中心 還有沒有在每天做這個 武漢肺炎的記者會 我很懷疑他們還有臉 在台灣社會再這樣繼續撐下去 因為他們前面做的每一件事情 經過了時間都證明了 完全經不起考驗 不斷的被打臉嘛 現在最簡單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有一些留學生 現在要來美國 他聽信了這個政府的宣傳 那77萬高端打下去的人 現在該怎麼辦 你打第三劑跟第四劑 有任何證據證明 這兩種疫苗可以這樣打嗎 完全沒有 如果可以這樣打是沒事的 那我們不禁要問 這兩種疫苗至少高端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只有一種可能性嘛 對不對 就是這個是一個生理實驗水 跟這個病毒的這個 消滅病毒或者是這個 啟動防禦機制的機轉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才會有這種所謂的 你隨便混打都無所謂 不然的話 那我們幹嘛流感只能 一年只能打一劑 那我乾脆多打幾劑嘛 每個月打一劑不是更好嗎 要不然就是德國打完打法國嘛 法國打完再打國產 可以這樣做嗎 哇 這樣一講 這77萬的高端戰士真的很悲哀 要不然補打了之後 你副作用可能會要了你的命 或是說很嚴重很嚴重很難受 要不然你完全沒事 就代表說你打的根本 77萬劑是安慰劑嗎 這個的確是 非常非常讓大家覺得匪夷所思 但是看起來 反正這筆爛帳就是擺在那裡了 然後也可能很多的疫苗 高端疫苗要擺到過期了 那政府目前還沒有給一個 非常合理的交代 不過我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還是要借彭P的這個金口 來幫我們呼籲一下 要幫我們論文門開箱 多多的按讚 多多的分享出去 我看到觀眾 雖然上線很踴躍 但是按讚很少啦 意思就是節目值得看 但是實在不好看 不是看到忘記按讚好不好 看到然後再拚命猛留言 對找不到一個字 就像讚這樣子 無法表達自己對這節目的 對許甫的崇拜 拜託大家降低一下標準 只要還過得去 勉勉強強聽得懂 就請你按讚 好吧謝謝大家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也謝謝彭P 這個下次彭P記得我們準時上線 要讓觀眾確保大家都知道 彭P現在目前的安全 還有那個後面那個 劉稱呼檢察官 你可以放他出來 看一下他的傷勢怎麼樣 好好好今天不好意思 今天是我的錯 因為把劉稱呼檢察官給收拾了 好 如果我們開箱我們下週見 謝謝彭P 大家再見 拜拜 謝謝大家 好 週末愉快 我繼續逃亡 人一天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睡覺 而睡覺對我們的影響有五點 消除疲勞 保護大腦 鞏固記憶 調節內臟功能 提高機體免疫力 想要提升睡眠品質 Javita全能封膠圍倒農村膠囊來幫你 這是由台灣在地小農嚴選生產 具有調節生理機能 以及黑大蒜元素 織補強身 擁有好的睡眠品質 對人體的調節機能 也會有好的效果 保健自己 從睡眠開始 不知名其他病人 我們相信 我會不會有很多 他都會留給我 我會想說 有幾個字 我會說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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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說 感谢观看